世界大千纷繁 非慧眼独具 不能知其本色 格局何东何西 非远主高瞻 难以知其动视 先求知 而后求思 再而求变 进而求行 宏观 2017动箭趋势 方脸贯通 近年来 我国的手机支付模式 越来越普及和便捷 据统计 2016年 我国的移动支付 达到5.5万亿美元 是美国的50倍 究竟是什么 造成了这一悬殊比例的形成 本期宏观将为您深度解析 中美支付体系 究竟有何差异 中国手机支付模式 是否能够移植海外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宏观 在今年7月18号的 这个纽约时报上 有一篇文章 题目是 中国的城市中 现金正在迅速过时 这个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数据 我觉得很震撼 中国这个最近几年的 手机支付交易量正在暴涨 比如说2006年吧 它这个全年的交易的总量 达到了5.5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是美国手机支付交易的50倍 就是中国现在手机交易 居然比美国高出50倍 2017年第一季度呢 这个数据还在进一步暴涨 第一季度大概接近3万亿美元 全年至少是12万亿 也就2017年 在2016年那个疯狂增长基础之上 还要再翻一翻呢 所以这个作者 他说以他本人在上海生活的经历 就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手机支付太疯狂了 太方便了 走哪都用手机 你不管是餐厅吃饭 还是酒吧喝酒 还是看电影 还是便利店购物 甚至街头卖艺的艺人 都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拿出来一扫 立刻就会给这个艺人支付 他就觉得在中国 如果你没有手机支付 比如说你没有支付宝 你没有微信支付 那简直是就跟主流社会完全脱节了 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流放啊 我自己呢 确实深有感受 因为前几年 三年以前吧 我觉得用现金也好 用这个信用卡也好 在中国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一个城市吧 都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从去年以来 生活开始越来越不方便 主要就是因为我 既没有开通支付宝账户 同时也没有微信支付 现在好家伙就觉得生活 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你比如说最明显的是 我经常爱买书 你不管是京东 还是当当 在网上订了很多书之后 一结算出问题了 这个很多书店呢 它只支持支付宝 或者微信支付 不支持信用卡 所以你在选书的时候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只能选那些 获到付款的 但是不是每本书 人家都愿意获到付款的 除了这个之外啊 还有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也很痛苦 大家都发红包 我没有开通这个微信支付 这就出大麻烦了 朋友圈里逢年过节 大家发红包 就有的朋友就说啊 他说老宋啊 你这个人怎么 从来没有发过红包 你是不是太抠门了 你这个真是有口难辩 因为我这个证件号 跟这个银行卡 是绑不到一块的 位数不对 但是你又不能 一个一个去解释 就搞得特别难受 这也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还有呢 吃饭 现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现 吃饭也成问题了 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吃饭 然后吃完饭 我突然发现 我只带了这个信用卡 但是身上没带现金 然后这个服务员就走过来说 怎么结账啊 是有支付宝吗 我说没有 有微信吗 我说也没有 我说只有信用卡 人家说我们这没有Post机 哎呀 这一下就僵在那了 我也没有现金 好家伙 这最后还是朋友 用现金帮我付的 才解了围 就别提多尴尬了 同时啊 还有比如说 在生活中打车 如果你在出租车 滴滴打车 这个软件中间 你会看到 如果没有出租车 专车或者顺风车 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不接受信用卡 只有出租车 它可以支付现金 还行 哎呀 所以你看大家这个在网上经常订购 什么外卖啊 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支付宝和微信 这就使得我觉得在现在生活 就是从去年以来这个变化特别大 估计再过两三年 就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生活就发生巨大困难了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先澄清一点 就是其实支付宝也好 微信支付也好 它是可以绑定信用卡的 那么为什么信用卡绑定这个方式 在手机支付中并不流行呢 主要原因就是信用卡 它是属于个人和商家之间的交易 比如说你消费 你买东西 通过信用卡刷卡 去购买某个商店的东西 所以接款方必须要是商家 那么在我们的手机应用中 大量的情况是个人之间转账 你比如说包括打车吧 出租车时机 就没有办法接受信用卡 因为它是个人不是商家 所以你不能通过刷卡的方式付给它 所以这些东西都限制了信用卡 在整个这个手机支付中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手机支付 之所以会有一种爆炸性的增长力 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绑定信用卡 而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支付宝 还有微信钱包所产生的巨大的这种交易方便性 如果我们跟西方对比 特别是跟美国对比 你会发现这个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就是我简单称之为这是两类模式 一类比如说美国这一类它的手机支付 用的是一种售通道 中国这边这叫胖通道 什么叫售通道呢 你比如说美国电子支付中 PayPal是一种大家经常用的 但是PayPal呢 实际上它是把两个银行账户之间资金转账 就代替了以前的传统上的支票 你现在可以从电子手段通过网络 把一个人的银行账号的钱转给另外一个人 其实跟银行的传统支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注意啊在PayPal这种模式中间 这些资金从一个账号转向另一个账号的过程之中 资金是不能停留在PayPal账户上 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桥梁 钱是不能被截留的 就是它从一个账号到另一个账号 一下就过去了 这个叫受通道 钱不能在路上停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西方就他这个 比如说美国这个制度吧 他就认为如果说你PayPal截留客户资金 你不就成了个储蓄机构了吗 就相当于老百姓把钱存在你这了 那你就是个金融机构 你就是个银行 那么监管你的所有措施 全部这银行的严格要求来执行 比如说你必须得有多少存款准备金 你必须得有多大的这个损失拨备 就是这方面银行的这些要求就上来了 所以它只是一个纯粹的通道 就好像一个大桥上 它就是个汽车桥 没有人行道 只能车辆快速通过 这个是这个模式 中国这种PayPal通道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不管你支付宝也好 微信钱包也好 它都有一个中间的缓冲的地方 比如说钱包吧 你都可以把银行账上的钱可以转一些 放到微信钱包里 有些零花钱 或者支付宝账户中可以放些钱 换句话说 你是把银行的资金 转移到了 这个这两个中间的钱包的账户上 注意啊 这些账户理论上来说它是属于这两家公司的 所以它这个桥就变成一个胖桥 好比来说就是除了汽车可以通过之外 另外还有很多行人在漫步 大家在看风景 还有很多人可以坐下来搞个麻辣烫 吃吃这个大排档等等 所以资金能不能在桥上停留 这个就说明这个桥是胖还是瘦 那么还有一种桥 就是我称之为也是个窄桥 美国的思路 比如说信用卡 信用卡绑定也可以进行这种支付 但是信用卡这个桥啊 我称之为是个单向桥 就是它是个单行线 那么也就是说 它只能从这个用户 持卡用户 这个资金流向商家 而不能反向流动 所以它如果按汽车桥这个思路的话 它是个单向的 所以我们来看 中国所发明的这种胖桥的手机支付理论 或者这种支付的实践模式吧 跟美国两类受桥的方式是不同的 其最核心的就是 中国允许资金在半路上停留 换句话说 这种要求和美国的这种法律体系 它是有矛盾的 中国小额支付是可以允许这么做的 美国是不行 所以现在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爆发力这么强 手机支付这个交易量这么大 而美国现在只是中国的五十分之一 这太悬殊了 到底谁更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 到底谁更有前途 特别是中国这种支付宝或微信 如果搞到国外去 搞到美国 搞到欧洲 或者搞到其他国家 中国这套模式能不能在海外推广呢 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在网上争得很厉害 分成两派人 有一派认为 中国这个绝对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创新 所以代表着一个新的支付革命 未来将会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还有一派人不以为然 说你这套东西呢 它是一个钻了法律的漏洞 比如说对资金再图这个问题 你的法律监管没有这么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金融不够发达 信用卡制度没有普及 所以正是由于你的落后 才产生了这样的一套支付体系 网上关于这两种模式说 中国这个手机支付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 能不能具有世界的普遍意义 争得非常厉害 不过不管怎么争 事实数据已经说明了 这套玩意儿的发展的潜力 和它的交易规模成长速度 确实都很惊人 远远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手机支付领域中 大大的落后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搞明白 就是在我看来 这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的纵深感 美国的支付体系 消费支付体系 主导的仍然是信用卡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明白 信用卡是怎么来的 美国人发明了信用卡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信用卡这套 这个思路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其实是源于美国很早 就是殖民时代 它就有一个这种习惯 这种习惯其实就是乡村商店中的 奢账制度 因为早年美国 不管是殖民时代 还是刚立国那个时代 全国短缺现金 它这个金属货币不够 金银币不够 所以商店要想卖东西 特别是在农村的商店 怎么办 给老客户会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奢账的制度 就是说你先欠着 先东西拿回去用 然后等你有钱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钱付给我 这种奢账制度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 从农村最后来到了美国的城市 所以20世纪初 美国的各大商场 就是专卖店 还有连锁店 还有后来的包括加油站 还有宾馆餐馆 各行各业都搞出了 自己的这种奢账制度 对于老客户来说 可以让你奢账消费 那么这种体系一开始 你得有一个代表身份的 或者代表你是我客户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像 美国大兵脖子上挂了那个 在美国人称之为狗牌 其实它就是上头有很多 印的脱凹不平的字 说明你的账号多少 你的姓名是什么 这些牌子拿到商家消费 它是金属的最原始的信用卡 商家拿一个滚筒 这么一滚 相当于把上面的字 全部给拓下来了 然后这就是个简单的 复印的这种机制 这个其实就是最早期的信用卡 这个20年代就有了 那么这种信用卡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它不通用 这个奢账的不通用 你只能在这家连锁店 或者在这个餐馆的它的连锁店里 你没有一个跨餐馆的这么一套 比如说纽约全城市都用一种 这样的一种设商制度 没有这样的模式 这种模式什么时候进化出来的 1949年 美国有一个商人 麦克唐娜 他也是有一次请朋友在纽约的家餐馆吃饭 吃完饭 突然发现自己没带钱包 然后他就跟老板商量 跟餐馆老板商量 不让走啊 被结账怎么走啊 他说我这样 我在你的这个账单上签我的名字 我保证回头我一定把这个钱还给你 就是先签单后付费 当然这个老板后来就同意了他这个做法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 关于信用卡请问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他欠了钱老板不让他走 结果他打电话给他老婆 让他老婆赶紧把钱弄过来 然后付了钱才让他走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 不管是哪个版本 这都给美国这个麦克唐娜这个商人 一个巨大的启发 他说我为什么不把整个纽约的餐馆 给他整合在一起呢 搞一种通用的奢账制度呢 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就跟朋友一说 他说很好啊 他在1950年就成立了一个 这个所谓Dinos Club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来俱乐部 其实都是吃吃饭的消费的就是餐饮业 这个大来俱乐部呢搞出来之后 他首先就说要找纽约的所有餐馆去谈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创业人士一样 他当年也这样 结果一开始谈效果很不好 谈了十家餐馆 九家老板一听你这个东西算了 这个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有这种模式 但是最后一家餐馆老板说 哎行我愿意试一试 哎他就说行啊 就说如果你愿意试的话 你看我给你带来消费者 吃卡的消费者 你大概给这些能够打几折优惠呢 这老板想了想说 百分之七吧 注意啊 美国信用卡刚发明的时候 对于商家收费的标准 百分之七 就是这么谈出来的 然后这个他又一家一家去谈 最后在整个纽约谈成了27家 这个联盟枷锁的餐厅 大家都认这个他这个牌子 这是解决了加盟这个商户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消费者也得去找啊 所以这个麦克唐纳又跟他周围的亲朋好友 灌输这个理念 说你们只要拿我这个卡 到这27家纽约餐厅就可以享受什么呢 先签字后付费这样的美好的服务 付费呢就是一个月以后 大家再付 然后当然你们要享受这个服务 得交点钱呢 这样吧 你们每个人交我三块钱 三美元 作为持有这张信用卡的年费 然后他搞了200多个亲朋好友 这就出现了第一批客户 还有27家商家 这套体就开始运转 多简单 其实伟大的信用卡制度 就是这么简单的起步的 1950年春天 麦克唐纳在纽约 注册成立了第一家信用卡公司 大来俱乐部 后改组为大来信用卡公司 大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 向会员提供一种能够证明身份 与支付能力的卡片 会员评卡可以在加盟餐馆 实行记账消费 再由大来公司做支付中介 严实为消费双方之间进行账目清算 信用卡的雏刑由此诞生 这套制度一旦搞出来之后 立刻在美国 在纽约和在很多城市 就风靡开了 大家认为大来俱乐部这个搞法 太先进了 它是个跨餐厅的 把整个餐饮行业全部集中在一起 搞一个统一的设账模式 这个思路极大的启发了另外一家公司 这就是美国运通公司 运通公司是专门搞旅游和娱乐这个行业的 它的起源也比较早 它是在南北战争是就起源了 它当时主要的业务 发家的业务是什么呢 快递 就是在南北铁路线上 东西铁路线上 快递东西 就跟我们现在的顺丰 商业模式一模一样 但是后来呢 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开始向全世界去扩张发展 好 这个时候携带现金就不方便了 所以运通公司最早发明了 引用了旅行支票这种制度 开始玩金融了 结果到了这个1958年 它有百年老店这个大量客户的积淀了 受到大来俱乐部的强烈的这种刺激 说这个模式很好 我们应该把它运用到旅游和娱乐这个行业 比如说全国的旅馆 我们都可以推行这个这种统一的涉账 打折的模式 好 大来俱乐部这个模式启发了运通公司 运通公司在1958年推出了运通卡 这种运通卡 它的范围就更广了 涉及到全部的全国的这种旅行行业和娱乐行业 而且它启动的时候客户人员就很多 起步就25万客户啊 再加上一万七千家是个加盟商 所以它一下起来之后 整个美国行业就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一个重要的一种创新 就是因为客户多了嘛 当初这个一开始最原始的这种卡吧 得手抄 多了多少号码啊 账户 然后名字 然后什么什么这些信息 得手抄 是运通卡在1959年搞出的这种塑料卡 上面印上你的账号 印上你的名字 印上有效期 这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拿的信用卡的原始版本 就是运通公司搞出来的 1958年 所以这套东西搞出来之后 整个信用卡在美国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两个模式都有一个巨大的制约 就是奢账问题的资金怎么办 你不管是餐厅打折 还是你这个旅馆打折 这玩意儿他现在碰到最大问题 就是他只能让你延期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必须要全额付账 因为你如果一个月之后还拖着他的话 餐厅老板就垮台了 他就破产了 他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雄厚的资金 旅馆也一样 资金压战太严重 他也受不了 这个时候银行一下发现 哇塞这是个巨好的机会 因为银行有的是钱 让客户延期 债务延期 这是我们的专项 而且他这个时间拖了越长 我挣的利息越高 所以银行决定 我们也要介入这个行业 所以1958年 美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银行 介入这么一个信用卡发行的 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就是美洲银行 1958年介入发卡 他一进来之后 立刻改变了所有游戏了 游戏规则全变了 为什么呢 它是一家大型银行 而且它解决了两大问题 第一就是所有客户 一个月欠账全部还 你现在不用了 它可以让客户的债务延期 两个月三个月随你 当然这个利息 我就要利滚利给你算了 第二个重要创新 它发行上也做了一个重要创新 因为每家银行 自己本来就成千上万的客户 它的客户量就非常大 每个人都要开银行账户 而且这个美洲银行 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因为当年美国在50年代的时候 这个法律对这种跨州经营的 这种银行业务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这个美洲银行 它就搞一种委托制 比如说我在加州经营 但是我可以委托 比如说弗吉尼亚州的 当地的银行 你帮我发行我的信用卡 到时候我来跟你分成 好 这样的话 它就借助全部美国50个州 每个州的银行 来帮它代发它的卡 每个银行又把自己的客户资源 充分调动 它这个增长量就太惊人了 所以这个美洲银行这个模式 其实后来就进化成了 现在我们所说的Visa卡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它这个模式搞出来之后 强烈的刺激全美国的所有银行 大家都疯掉了 觉得哇塞 它可以这么干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 所以1967年加州有四家银行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协会 发卡的协会 通过这个协会来发行信用卡 来跟这个美洲银行进行PK 这种卡后来就进化成了Master卡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万事达 那么由于万事达 它是通过一个组合 在一起形成一个协会来发卡 所以这种形式啊 就让Visa卡 就是美洲银行那些 所有的这些加盟的银行 就不干了 就觉得这个方式是正确的 我们凭什么跟你美洲银行打工啊 对吧 我们发行信用你的卡 这不公平 所以他们就开始反叛 结果最后迫使这个美洲银行 退下了盟主这个位置 咱们不当盟主了 我们去也是搞一个机构啊 搞一个银行的组织 用这个组织来发行 所以这就形成了美国万事达 和Visa卡两大发行的 发卡的机构 这就开始跑马全地了啊 当年也是没有法律控制 没有法律监控 跟不上嘛 因为以前美国立场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一种信用卡 这种制度 特别是这种 你把银行储蓄调出来 来给这个信用卡的持卡人贷款 银行法应该怎么来规范啊 应该怎么来监管 法律也是没有的啊 所以很多人说 中国这个支付 手机支付 这是利用了法律的漏洞 其实每个国家在搞创新的时候 必然有法律漏洞 它才能够创得了新 或者根本就没有法律去管 它才能创新 制定法律的时候 已经是跑马全地完成的时候 各家要坐下来谈利益分配了 那个时候才需要法律来保障 所以一切创新 其实都是在没有法律管制情况之下 野蛮生长起来的 当年美国信用卡就是这样 很乱 它一个乱法就是 确实有欺瞒消费者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有些卡是按着每个月寄利息 有些卡是按着每天寄利息 有些卡是按着每年给你计算利息 当然你就算不清楚了 它正是让你算不清楚 比如说它的APR和它的年利息 这个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以为这个银行卡 信用卡的利息是一个月之后 你没有还清才开始给你计算 其实不对 这个刷卡那一瞬间 很多银行啊 很多信用卡的计息就已经开始了 你如果在一个月之内还清了 那没事 就是就当没有这个利息 但是如果你越超过了一天 哪怕晚一天 它也会把这一个月全部的利息 给你算清楚 给你加上来 这种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不透明的 客户是搞不太清楚 所以它的计算方法很乱 就导致了很多消费者 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信用卡卡债的漩涡 因为它的利息很高 有时候高达30% 40%甚至50% 你要两个月还不清楚 好家伙 你就变成掉到这个陷阱里头 最后只有破产了 所以当年的消费者反应是很激烈的 说一定要立法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在另外一方面 银行这些跑马圈地了 就是两大银行体系 跑马圈地完了之后 他们也碰到一个制约 这个制约是什么呢 就是各州其实都有反高利贷法 每个州都有 因为美国的这种宗教传统 清教徒嘛 所以这种传统是对高利贷是深呼痛绝的 从宗教意识来说 所以各州都有各州的反高利贷法 你会发现 这个反高利贷法对于 这个信用卡的发展是有制约的 因为每个州都有一个上限 那么其实这个信用卡的大发展 为什么银行这么上心的去推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的利息很高 真的是高利贷 30% 40%甚至更高 由于你各州都存在反高利贷法 你不是限制我信用卡的 这个整个全国体系的形成吗 我就很难高速发展 所以银行发卡这些机构 这些信用卡的集团 也要求要修改立法 要对我们来说要更有利 所以两股力量消费者要求保护他们 这些这个信用卡的集团 要求要把全国市场给打通 这就两股力量最后形成了 这个法律的重大修改 这就是1978年 美国出现了重大的法律上的变化 对信用卡的发展具有着 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搞了一个新的判例 这个新的裁决是什么呢 就是允许那些有全国经营执照的 这种银行 跨州收取其他州 这个客户的钱 这个利息 这个利息的标准呢 可以参照他在这个州收取的标准 一般人听了 这个可能没什么感觉 这是啥意思呢 这个判例影响深远 因为他给予了信用卡 发卡这些机构 废除各州反高利贷法的 这样的一种权利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 就是说比如说 我是加州的一家银行 美中银行总部在加州 我比较容易搞定 我本州的立法机构 让他们立法的时候 不要限制我信用卡 收取最高的利息的上限 所以你会看到加州的立法 它很有意思 他说除非政府特许的这种机构 否则其他人一律不准超过18% 超过18%就是高利贷 那什么叫政府默许的 或者政府允许的呢 这个隐含着信用卡公司 就包括在这里头 由于州内没有限制 信用卡公司的最高收费 那么这意味着 这个宪法案例说 你可以跨州 收取其他的客户 按照本州最高的利息来收 由于本州没有最高利息的上限 所以你收另外一个州 你爱收多少就收多少 那就等于是 它本州的反高利贷法 就被你废掉了 因为任何州的法律 都不能跟最高法院的裁决相抵触 所以你会看到 像纽约 纽约这个高利贷法是18% 是民法 触犯民法 25%触犯刑法 要抓起来 但是只有信用卡公司 可以例外 全美国都一样 现在每个50个州 都还有反高利贷法 但是只有信用卡 一个特例 除了它之外 所有人不准搞 通过这种立法 你会发现 信用卡这种业务 立刻开始膨胀 爆炸 因为全国的信用卡 全部打通了 所以美国人 把信用卡称之为 是合法的高利贷 在美国只有信用卡 能够合法的收取 30%以上的利息 甚至有些更高 我们其实中国在 引进信用卡的时候 并没有搞清楚 它这个整个判例的来源 没有把它历史研究清楚 中国也是啊 超过4倍的 合法的利息 就是违法的 就法律不保护的 只有信用卡 例外 所以大家如果 在刷卡的时候 在进行这个消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信用卡 是真正的高利贷 不能够随便欠他的钱 欠了钱之后 你要长期不还 死无葬身之地啊 那么 刚才我说到 消费者需要保护 难道这个东西不是 消费者需要保护的东西吗 立法也要保护消费者 但是在最重要的利息 高利贷这个问题上 是不保护的 不给高利贷设一个上限 它怎么保护呢 它是通过另外一个手段 就是情况你要说明 高利贷你可以收 但是你要跟客户讲明白 所以那个字 我们看到 这个信用卡 发卡都有一封信 这封信中 在最下面一排 有个非常非常小的字 这个非常小的字 就告诉你 利息可能是多少 字小点没关系 它要求客户拿放大镜看 放大镜看 就是还可以用显微镜 所以在金融文件中间 字越小的部分 越重要越关键 那是核心之所在 所有要命东西 全藏在小字里头 注释之中 不期耳的地方 除了这个之外 它保护了 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 比如说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 宗教歧视 无所谓 发卡的时候 它有这种保护 还有你如果是 刷卡的时候 出现了盗刷的现象 那么信用管公司 要赔你 或者不计这笔账 在我看来 这些都是小人小贵 最关键的 该保护的东西 它没保护 就是利息的上限 那么通过这样一套 整合体系之后 美国的信用卡集团 变成了非常强大的 一个势力集团 由于我控制了 几百万几千万的 这种客户 所以它就对商家 具有着强大的溢价能力 全世界商家 现在有两千多万个 加盟的商家 加入了这种 万事达和 这种 Visa卡的这种组织 好 反过来 有这么多商家 都接收信用卡 就会有更多的 个人愿意申请信用卡 所以它两方面的控制力 都在越来越强 对商家来说 你如果不加入 我这个信用卡体系 你根本就做不了 国际生意 你在美国 也没有办法 做跨州的生意 大家只能付现金 你还有这个生意 规模能做得到大 特别是六十年代末 计算机技术的发明 使得 信用卡结算体系 技术升级换代 它的处理效率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就使得 这种整合能力更强 就是信用卡集团 不光是两家公司 它背后是庞大的 银行体系 再加上 加盟的这种 全世界的加盟商 各种商业 再加上 个人持卡的一些消费者 还要加上这些 电信公司 提供这种电信服务的 还要再加上清算的 负责清算的 软件的 各种各样的人 全部被信用卡 这个利益集团 绑在了一起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 根深蒂固的 这样的一种 势力集团 所以在美国 这套体制内 消费信贷这个旅行 完全是掌握在 信用卡集团手上的 任何人想打入 这个系统 几乎是不可能 你要想动他奶酪 他可以通过立法 把你干掉 所以为什么 美国没有搞出 手机支付 或者手机支付 极其不发达 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就是在 它的支付体系中间 特别是消费支付 体系中间 信用卡已经 一家独大 而且已经垄断了 五十多年 从硬件到软件 到支付的 全部的技术架构 全部掌握在 他手上 这个时候 你要一股 外来的势力 无论你是iPhone 无论你是苹果 还是你是PayPal 谁要介入 他这块领域 你挑战的 可不是这两家 发卡机构 你挑战的是 背后的 美国的银行体系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 全是几千万家商家 以及跟他们相配套的 一个整个的生态环境 别人能饶得了你吗 这种利益分配 你想想看 美国银行 最赚钱的部门 靠什么 你要靠普通的贷款 那它收多少利息啊 美国的银行体系 它的普通贷款利率很低 现在零利率 或者利息都很低 百分之几 而信用卡 可以高达百分之三四十 而且是合法的 高利贷 所以这些 能够向 这个信用卡 进行贷款 这些银行 或者加入到 这个利益体系的人 这是他一个 非常赚钱的一个 可以说是个 现金牛啊 你要剥夺他这个利润 他不跟你拼命吗 所以我们在想 很多人想啊 金融创新 或者是手机这种创新 应该是个很简单 就是技术上如何如何 不是技术问题 是一个支付体系中间 这个垄断问题 和利润的分配问题 所以 不是美国的老百姓 不喜欢手机一刷 这个东西就买了啊 这个多方便啊 是 但是 有谁敢提供这种服务呢 有谁能提供这种服务呢 它的法律架构 你就没法提供 你比如说 PayPal 你要想搞微信支付 搞支付宝 要搞一个钱包 你试试 一定是违法的 你如果是苹果 苹果支付 你也是得走 一个窄通道 这样的思路 既然是窄通道 那人家信用卡公司 已经在盘踞50多年 你怎么跟他竞争 没有必胜的把握 而且 在这样的一个竞争较量之中 信用卡公司 他们对于立法的影响力 我刚才已经说了 信用卡 是唯一的合法高利贷 谁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你想进入 比如说我们假如 中国的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宝 想打进美国市场 你面临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把握 游说美国最高法院 给你一个特殊案例 让你的这一套 零钱零包系统 在美国合法 这涉及到 你要游说美国的大法院 最高法院 这要游说 美国50个州 每个州的立法机构 这还要游说美联储 要放宽对于银行的监管 这涉及到更改 它的金融监管法案 多德 这个法案 好家伙 我们在考虑国际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它的法律构架 和它整个这套体系 形成了传统 你以为在中国好用的东西 到美国就能用吗 真的用不了 因为你的法律的瓶颈 打破不了 在欧洲 在其他国家 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所以中国 手机支付这种创新 是一个独特的案例 是在特殊的情况 和特殊的时间点上 才能够成功的事情 那么手机支付 它不是真正靠的技术优势 技术优势大家都有 也不是靠的政策的扶持 政策有时候还打压它 它也不是靠的消费者 大家天生就喜欢新技术 这些在全世界各国都差不多 它主要靠的是一个 在特殊的时间段 出现的一个市场权力的真空 也就是在国际的两大信用卡集团 进入中国的时候 它时间太晚了 还没有来得及沉下来 垄断整个中国的支付市场 还没有做到 是因为它这个时间不够 另外中国的银联体系 它其实是在正面对抗 两大信用卡公司的入侵 支付宝和微信 躲在了银联背后 其实悄悄发展自己的根据力 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 你才能有今天的气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清楚看到 就是你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和打了一个法律 在这段时间里面 正好在这个领域中 没有一个规范 再加上国际的大佬 没有深入进来 同时还有银联 对于国内市场控制不牢 这几个因素凑合在一起 才产生了手机支付的重大创新 或者说是爆炸性的增长 这个模式和这种方式 在海外和在其他的国家 未必行得通 所以当我们看到 大家都在说 中国手机支付如何如何 我们一定要了解 它的中国和西方的 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模式不同的地方在哪 而且我们得知道 中国这个模式 其实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 也就是市场出现真空期的时候 突然得到这样一个机遇 有监管的空白 有国际巨头留下的空白 同时还有国内的银联 对市场的控制力不足 造成了几个空白 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间 这个空间是非常独特的 而这套模式要想运用到海外 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这涉及到整个 要动它的法律体系 要动它的银行监管体系 要动它的整个社会 特别是要动它 已经形成了半个多世纪的 支付体系中间的垄断者 信用卡公司 所以我们在说 微信支付宝能不能打进美国市场 很简单 你逗得过这两大信用卡集团吗 你如果逗得过它 你能够游说 你能够通过更新的法律 对你更有利 那你可以去试 在我看来短期之内 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的低 好 今天关于手机支付 在中国的这种迅速增长 以及这种模式 能不能在海外 去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谢谢各位收看 这世界很酷 谢谢大家